久别冲锋的爱人 埋葬下的记忆 仿佛那般近去又那般远 可如今一切都变了 一场厄运 差点带走了心爱之人的小命 更是带走了翠花那颗脆弱无比的内心 她崩溃了 很难想象就在昨天 两人曾因为工作暂时的分别 翠花亲自送她回了家 两颗纠缠不清的灵魂 暂时有了空间休息 可受人的想象 一个电话破坏了一切 翠花惊慌失措地冲向医院 因为就在刚刚一个噩耗传来 自己心爱的姑娘 如今成了抢救室的软弱灵魂 一个在死神手边一度排火的姑娘 吉娜遭受了袭击 如今苟延残喘地 在机器配合下得以虚弱地活着 昨晚他们还共同分享 相谈甚欢 一起享受时光 谁又能想到 就是这一个小小的改变 两人差点阴阳两格 而如今因为吉娜的事情 其父母把所有的一切 都怪在到了翠花的头上 甚至引起了律师警察的询问 原本两人这份隐秘的爱情 对所有人就是一个秘密 可如今被迫无奈地说出一切 在这种局面下 翠花忽然软弱地 像个小孩借户失语 信徒所爱的现况 卑微的自己 一切都是压力 默默压垮翠花 之后的日子里 翠花的脑子当中 全都是吉娜的身影 默默地陪伴守护 终于换来了一份希望 吉娜苏醒了 在昏迷了整整五天之后 而可悲的是 因为脑部的袭击 吉娜被诊断为 阶贴性脑部记忆损伤 简单来说就是 片段性失忆 甚至连自己的妈妈 父亲都不再认识 委屈的眼泪 成了吉娜脸上的光影 而另外一头的翠花 在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 开心地像个孩子 不顾一切地冲向医院 冲向那个心爱女人的病床 但在今天 一切都变了 吉娜望向她的眼神里 没有了爱 没有了光 翠花被赶出了病房 虽然心头惆怅 但翠花却无法理解 那可是自己的命啊 谢谢大家